很多人的梦想就是能够跑遍全球 我们就要来看看这名华人黄建文 他曾经是知名歌唱比赛当中的选手 打工度假选择走唱方式 也就是在亚洲澳洲好几个城市街头献唱 不仅收入可观 也为了议员歌唱和打工度假的梦想 那么他是用歌喉来赚取旅费 用吉他写旅记 世界各地演唱华人经典歌曲 引发了相当大的共鸣 来宾点唱这一首国片主题曲 那些年不管是在雪梨香港还是墨尔本 他是走唱歌手黄建文 别人的打工度假端咖啡或采樱桃 他在澳洲却是背着提他开口声唱 就在母亲节夜晚 墨尔本的街头黄建文现场这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曾是知名歌唱比赛的选手 来自香港的黄建文 用走唱的方式打工度假赚旅费 过去曾在中国 香港 台湾 还有雪梨 墨尔本 布里斯本的 好几个城市走唱 也曾在台湾的台东跨年演唱会登台高歌 黄建文曾在雪梨跨年夜 创下街头艺人连续演唱五小时 收入三百元港币相当于台币一万元 尝试三天之后我发现 其实我不用再找工作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文化就是他们很 很喜爱音乐啊 旅行现唱 走唱艺人黄建文用吉他写旅记 用歌声原梦想 跟别人不一样的打工度假方式 他说他还想继续唱 要唱片世界 中天新闻台的观众朋友 所以我要唱一首歌给你们听 中天新闻台的观众朋友 所以我要唱一首歌给你们听 中天新闻张俊栋综合报道 中天新闻台湊